我能控制的呢 也就是两万块 毕竟我要 顾虑到我老婆的感受 因为我挣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们夫妻的公共财产 不过我希望你 给你舅妈说清楚 就这一次以后再没有了 要不然她会把你拖垮的 我不会接受的 为什么 你跟我非奸非顾的 你没有必要瞒着你老婆来帮我 况且我也还不起这笔钱 我的命是如此 我认了 也没有必要再去多拖累一个人 你的好意我心里了 你慢慢吃 我还要值班呢 我先走了 爸 是不是伤到自尊了 这才点您的沙拉 谁点的沙拉 我没点啊 拿走 上错了 没没 是你点的 我说我没点 你怎么跟服务商 一起来冤枉我呢 我没点 上错了 拿走 让你们经理过来道歉 这明明就是您点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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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没点了 你没张耳朵是吗 行 行 行 小经理过来 你干什么呀 小姐你去 待会我们照样买家 好吧 你走吧 吴海滨 谁要他走的 你给我回来 回来 你干什么呀 我 你干什么吴海滨 他们犯的错 就应该他们道歉 凭什么呀 你别没完没了 行不行 谁没完没了啊 我们去再找他们去 行了 找谁去 别去了 听话就好 你看什么看 没见过小姐 干啥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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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 干啥你了 干啥你了 快遍 決定了 我以为你把它吃心 干啥你了 干啥你了 我给你了 好 我给你了 嘴子 喝了 赵蓝 来 给你了 早点睡 你每天都让我喝牛奶 喝得我都快吐了 我不喝 就最后一回 明天咱换别的喝 挺晚 挺晚 喝吧 你是不是下毒了 你下毒了 打喝 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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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半夜三更 一个女人知道另一个女人 给自己的丈夫打电话会怎么样 会生气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就假设 蒋梅当时大发雷霆 并且已经影响到吴海斌开车了 吴海斌呢 借这个机会 故意地制造了一场交通事故 结束了他和蒋梅这么多年 又纠结又痛苦的婚姻 现在汪秦身边除了吴海斌 没有任何亲人 所以吴海斌根本就不会担心 汪秦会真的跟他翻脸 不过是以退为进 先放弃继承权 等老太太认输 然后再逼着汪秦去接手桑衣灵 到那个时候 他就人才两得了呀 这段视频 吴总的老婆在吟海偷了条丝巾 被保安给抓了 船军的人 一潜水 他就算虚伤签 把他对罢传 我们都 nighttime 走 哎呀 吗 吗吗 kry 我做什么呀 我还想问你呢 你告诉我 美美到底怎么了 没 没怎么回事啊 有什么你可别瞒着我 美美在商场 被人抓的视频 可被大家都看见了 我知道 一场误会嘛 我可是跟她 从小一起长大的 她什么性格我最了解 最近我是觉得 她越来越不对劲了 她是不是得什么病了 她没事吧 真的是一场误会 我想那些偷拍的 可能觉得 她是佳和老板的女儿 然后没事找事 那个 闲着呗 她妈妈已经找律师 处理这事了 反正我觉得 你最近的情绪也不对 整个人都憔悴了 上次公司那酒会 你一声不响的就走了 前两天这脸又被抓伤了 现在倒好 又出现一视频事件 你说我能不担心你吗 要不今天下班 我陪你一起回去 也顺便看看美美 不用 这真不用 她就是最近情绪不太好 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女孩子嘛 等她好点 你再到家里玩去 我会不会吃 你会不会吃 我会吃 我会吃 你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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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吃 你会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才走了几天啊 公司怎么弄成这样 留言终结者的点击率 倒是上去了 可好心那个栏目是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就跌出石墙了呢 是我的问题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是说好心 他到底干什么呢 很多网友都在那吐槽 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的 他就不能反省反省 调整一下自己的表现吗 他到底忙什么呢他 他 他怀孕了 所以我也想请领导 体谅他一下 我体谅他 谁体谅我呀 海宾你别忘了 咱们的大老板 那是天天都盯着我们 每一个栏目 业绩报告 业绩报告第一时间就到他手里 他虽然从来不出现 但是我们公司上上下下 所有的事 他无所不知 包括你和桑依林的事 那不过呢 他对你们俩倒是没什么反感 只是让我提个醒 不要太张眼了 我明白 但是 好心的这个栏目 他的态度非常地强硬 他已经交代了 明星之约 如果找不到新的方向 就让他激流勇退 不会吧 大老板是什么人 绝顶聪明 他思考过的事情做不了 行了 库存被播的片子有多少 还有几周 给他安排最后一期 然后另外成立一个小组 给他定制另一大栏 他既然已经怀孕了 就让他往家庭主妇 那个方向发展了 就怎么定了 我觉得这么做不妥 没什么不妥的 海宾 我也值得你为难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了 这样吧 趁着他怀孕的这个机会呢 我们晚上请大伙吃个饭 一来恭喜他当妈妈了 二来呢顺水推舟 公布公司的这个新计划 好 那赶快通知大家 把所有人都叫上 好啊 哎哎哎哎哎哎 上周的采访可是落后了啊 这几天把上周的工作都做完了 做好加班的准备听见没有 嗯 关键时刻咱可不能掉链的啊 哎 吴总 哎 看着好心了吗 好 我 我没看见啊 哎 哎 吴总 上回您不是说给我们介绍一个 财经方面的专家吗 进行得怎么样了 一月了 人家要看一下采访提纲 看看到时候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明白 那我就找两个财经部门的记者 把礼一份出来 让您先过目 完了我发给他 哦 对了 跟大伙说一下啊 晚上老总请大家吃饭 哦 这么好 吃饭 没听错吧 吴总 先别那么激动 不是每顿饭都是庆功宴 老总的意思是 代表公司 恭喜一下好心怀孕 顺便呢 犒劳一下大家 这好心到底干吗去了 我 我真没看见他 可能是去体检了吧 听说他以后 每个月都得去一次 那你就负责通知他 晚上七点 老总说了 全体人员都得到 第一点另外通知 就这会不开了 我都带着我 洪姐 干嘛有卫生叹气的呀 不就是吃顿饭吗 又不去断头台 不知道 好心最近特别不妥当 哎 他怎么了呀 他怎么了呀 他最近老是跟老雷对着干 结果又在这个时候怀孕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他怎么安心工作呢 哎 我说啊 你们不会没有看出来吧 今天晚上这顿 其实就是给好心办的 表面上呢 是恭喜他快当妈了 其实呢 检讨大会 你们想想 好心的栏目 点击率都跌出前十了 哎呀 今天晚上这顿饭呀 不好吃啊 方雨 哎 干嘛呢 在卫生间呢 哎 你今天怎么不用上班呀 哎 我那个班啊 有事就上 没事就休息 哦 那还挺好的啊 杏儿来了 干妈 我来接您出院 方雨 那个手续办完了吗 还没办呢 那你现在赶紧去办吧 这儿我来收拾 那好吧 那谢谢您啊 干妈 我有个事情跟您说 什么事您说 您先看看这个 这什么呀 这是美妹车祸当天晚上 桑一陵海滨的通话记录 您还记得美妹的车祸时间吧 月里十二点多吧 月里十二点多吧 对呀 就是这个号码 你看 当时十二点多 给海滨打了 而且海滨后来也给他回过去了 你什么意思 这个号码是桑一陵的号 干妈 你还记不记得 有一次你跟我说 说桑一陵有一天早上 自己跑到美妹墓地去 说他车祸当天晚上 确实给海滨打过电话 他自己心里也很内疚 后来您不是还问他这事吗 他说他喝多了 是他说的 没错 所以呀 这个就是证据 证明他们当天晚上 确实通过话了 而且海滨还给他打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俩肯定 我早就知道 这个车祸没这么简单 他们俩的关系肯定早就有暧昧 要不然怎么会半夜三更通电话 干妈 我觉得这事吧 海滨倒不至于 肯定是那个桑一陵啊 她死缠烂打追着海滨 所以妹妹才会误会啊 这个问题我早就想明白了 当初妹妹在办公室打桑一陵 就是因为她缠着海滨 妹妹才对她动的手 是啊 我的女儿我了解 她的眼里容不下任何的情感 你说车祸发生之前 她们的那通电话 对我妹妹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这个可恶的女人 我不会放过她 今天怎么还不来呀 真的快饿死了 通知她了吗 我让雪红通知她了 我通知了呀 我还又发了条短信呢 来了来了来了 不好意思啊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特别堵车 我来晚了 坐坐坐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你是咱们公司的一姐嘛 等你是应该的 您这是度假回来了 看着精神头不错嘛 去的时候确实是挺开心的 可是回来以后就一般般咯 怎么呢 为什么呀 要不咱上菜吧 好不好 服务员上菜 好 先生 是这样 那个老总刚度假回来 听说你怀孕了 今天特意安排呢 大家为你庆祝一下 那合着这顿饭是为我的 多不好意思啊 我本来还以为 最近我这节目点击率下降了 您会给我脸色看呢 没想到您还这么念旧情 实在是不好意思 不过您放心 怎么说 我也是咱们永续的 开国功臣嘛 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将这个局势 扭转过来的 您放心啊 好心啊 既然你把话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就不怪而抹角了 是这样的 萨英玲 干妈 冠阿姨 妈 您怎么出院了 我来办点事办完就走 三一零 虽然在法律上 我对您一筹莫战 可你永远逃脱不了 道德的骞责 我永远不可能 接纳你和海滨在一起 更不可能原谅你 对我女儿的伤害 只要我汪亲不死 你的目的是达不到的 妈 你这说什么呢 爸阿姨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我终于找到了证据 它证明了三年前车祸的发生 就是因为你的一个电话 我问你 半夜三更年跟海滨打什么电话 她的代价你知道吗 她的代价就是我女儿的生命啊 我的妹妹曾经是这个世上最幸福的人 可如今她跟她的妈妈阴阳两个 我永远失去了她 海滨永远失去了她 我们曾经的幸福生活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让我怎么办 我一个古老太婆怎么办 你这个不要忍着敌人 妈 你干什么 大你干什么 我打死你 你可静下 再静下 你听我说 听我说 听我说 慢点 走走走走 我打死你 走走走走走走 雷大夫 这么巧啊 要不然坐这儿 一块吃吧 来来来 坐坐坐 今天啊 我正想喝点酒 要不然你陪我再喝两杯 好 老板 来三杯啤酒 再来两个下酒菜 来来来 大人 大老师 雷大夫 你这下班了 为什么不回家呀 最近啊 我算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家也不成家了 你呀 是家不成家 我呢 是有家不能回 怎么 你舅妈还在烦你啊 她呀 这辈子啊 只吃定我了 除非我死了 你年纪轻轻的 凡事啊 别总往坏里想 好事 坏事都能过去 可是 我找不到出路 我又何尝不是 你说 这勉强地过下去 很难得幸福 为了所谓的责任 我现在连说真话的勇气 都没有了 我看着她辛苦 心里更难受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她瞒着我去做任理 我知道她怎么会这样 她怎么一点都不珍惜 明明知道自己怀了孕 她还忙里忙里到处跑 发脾气 高跟鞋照样穿 冷影大口大口喝 就差没喝小酒 你说我要是说她吧 这结果总是免不了大场为场 我真不知道 这个孩子生下来会是什么样 别怪我自己无奴 你说我现在 我连自己的孩子 都不能保护了你说 真是 妄为男人大仗 雷大夫 陪你喝酒 别乱动 我可以买得吗 你不会忘记 不用太喝了 你不怕 你不会喝水 要是你如果要去喝水 i不不喝水 也可以喝水 你喝水 你不喝水 他人你不喝水 雷大夫 你没事吧 来 喝点水 请不要 拿这边 雷太太 你俩干吗呢 雷大夫喝多了 我只是送他回家而已 当我白痴是吗 雷强 你给我起来 听见我回来装死你 雷太太 雷大夫真的喝多了 他没有再装醉 你给我闭嘴 这儿是我家 没你说话的份 你给我起来 起来把话给我说清楚 老婆 你回来了 我真的喝多了 带他回来什么意思 跟我示威啊 你要说不想过了 你大可以直说 咱俩明天就办离婚 你用不着这样 雷太太 我跟雷大夫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别误会 何旭 你 年轻轻的小姑娘 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外面那么多男人你不找 偏偏找人家老公 有意思吗 雷太太 别以为你自己是雷大夫的老婆 就有什么特权 就算我真的勾引你老公 应该检讨的也是你自己 你不是怀孕了吗 拜托你 拜托你 为了自己肚子里面的孩子的健康 和安全着想 收敛一下自己的脾气 像你现在这个样子 根本不配做一个孩子的妈妈 这笔债 你的孩子早晚是要你偿还的 老婆 人家真的没有勾引你老婆 你给我闭嘴 妈 这事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还在听她说话 证据都在这儿 她自己都成认了 我没有冤枉她 你看看吧 这什么呀 三年前 出山后那个晚上 你跟那个狐狸已经通她电话 你把她给找出了 好 我可以告诉你 曾依林那天晚上 确实给我打过电话 她在电话里跟我辞职 一个女下属半夜三更 跟自己的上司打电话请假 你觉得合理吗 后来我才知道 她那天晚上喝多久了 所以我估计她根本就没注意时间 可你们的通话时间只有几秒钟 几秒钟请什么假 美美当时正在生气 我把她误会 所以我把电话给挂了 那为什么几分钟以后 你又把电话打过去 你想跟她说什么 那不是我打的 是美美给她打的 美美还是误会了 所以她二话不说 把电话打了过去 还劈头盖脸把人家骂了一顿 美美没有误会她 只要换成任何一个做妻子的 别的女人一遍遍地半夜三更 给自己的丈夫打电话 都要骂她的理由 她就是推卸不了责任 您不能这么说 谁都知道那是场事故 是事故就是一场意外 意外是无法预测和无法回避的 如果您真要管 那就怪我没把车开好 怪我没和美美一起撞死 否则咱们今天都不会这么纠结 知道内疚了吧 那你为什么还要一遍遍做 对不起美美和我的事情 天下没有好女人了吗 你被她迷得神魂颠倒 六亲不仁 她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你就拼了命 你要保护她 你说美美的在天之灵 她能够得到安心吗 您能不能冷定 我没法冷定 你不要再说了 就是她的错 你都熬了一个晚上了 还没想明白啊 其实我觉得整件事情的责任 根本就不在你那通电话上 那谁知道 吴总的老婆那么神经敏感是吧 这么说吧 你看 现在垃圾电话那么多 晚上都有可能打过来 那不能因为说 吴总接了一个垃圾电话 这就酿成车祸了是吧 总之 这件事吧 就是你倒霉 赶上倒霉事 别什么事往自己身上懒了啊 唐唐 这儿你陪我一个通宵真是过意不去 这倒没什么 反正我回了家也不见得早睡 还是回去休息休息吧 今天下午你还有一下午的事呢 你真的没问题吗 我没事了 我倒是担心汪阿姨 我觉得她这么说 老姐 你这有什么逻辑啊 那她汪老太婆放不下自己女儿已经死了的事实 是她自个儿的事 就算因为这个她身体累垮了或者怎么了 都跟你没关系 别想了啊 你们好 我有什么事 吗 你去吧 我去吧 我去吧 把你去吧 我这都出来一晚上 你也不知道出来找找我 行 累积枪 看谁帮得住 看谁帮得住 你怎么从外面回来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这儿等你呢 想接你一块上班去 我以为你睡觉呢 就没敢打扰你 你这是在外面待了一夜 我跟童童在公园聊天呢 你啊 先坐下吧 歇会儿 进行好点儿吗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我们刚在一起 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你要把我找回来 海滨我想知道 我跟你打的那个电话 到底与车祸有什么关系 你能不能不再胡思乱想了 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 你跟这件事情 什么关系都没有呢 可是那天他确实 给我打电话了 他还骂我说我是狐狸精 他误会了 可是我在想 会不会是因为 我给你打那个电话 然后他情绪特别激动 然后你开车的时候 好好好 好 依林 有些事情说不清楚 过去了 咱就让它过去了 好吗 海滨你这样做不对的 你必须要告诉我 这件事情到底 与我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你隐瞒下去的话 对我们的情感 是没有帮助的 你不觉得吗 那你现在能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音 我不为难你 但请你也尊重我 我一定要把事实真相 找出来 我好好好 我来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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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了客人 客人啊 你怎么了 你在那边剪了 快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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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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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娇 好 新体验就要开始了 加油 两个人 多久 多久 好 王董 打电话找我 有什么事吗 你怎么了 海濱 因为那个桑依林 彻底离开了我 什么 怎么会这样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不用再问了 我现在心里很难过 我的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我很无助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韩娇 你现在是我身边最值得信任的人 我现在恳请你 回到我身边 回到公司 帮帮我 帮帮我这个古老太婆 行吗 可是我 别再拒绝我 答应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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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哪位啊 你好 雷继强吗 是 你太太被送来英达国际医院 过来看看吧 好女士 我来是想告诉你 刚才的手术没有做成功 出于我的立场 我当然是尊重你的第一意愿 不过 我也希望能够保住一条生命 毕竟生命还是很宝贵的 妈 你就别操心我了 我这孩子呢 肯定命大 死不了 放心 你还好吗 孩子没了 真的没了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结果吧 老公 不是 我没有 你怎么这么说呀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个结局 只是没想到 来得这么快 好了 到了这个份上 你我都无能为力 谁也做不了什么 这也许是天意吧 你也别再纠结了 好儿休息休息吧 回医院里还有事 你要出院的时候 给我打个电话 我来接你 我先走了 老公 老公 我先走了 伟羚 去吧 你 小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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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沿着你的为人 我们都了解 我们不相信你是那种 能破坏别人家庭幸福的女人 所以这事啊 你别往心里去 更别因为这事 影响你跟吴总的关系 谢谢你们啊 其实和你比起来 欣姐现在的处境 更不好过 她怎么了 她流产了 她流产了 还不止流产呢 她现在跟老雷的婚姻一样 真像她说的那样 没准过不了青年之痒这一关